大家好,我是Hailey 梅田车站和JR大阪车站 被很多旅客认为是超高难度的迷宫 JR大阪车站是在西日本里面最大的车站 有五个出口连接各种的出口和地下街 而地下街又通去地下铁的梅田站 东梅田站、西梅田站 和板急电铁、板神电铁的大阪梅田车站 只是看字眼都眼花缭乱了 站在车站里面,面对冲冲走过的人 真的会感到迷茫的 不过,或者将来大家来往梅田车站和JR大阪车站的时候 会变得更加方便一些 板急板神控股诸识会社 正是进行大阪梅田车站周边大规模的再开发计划 包括重建已开业大阪70年的大阪新板急饭店 板急山翻街和板急Terminal Building 还有建设空中平台连接起梅田站和JR大阪车站西側的商业设施 令到梅田车站一带会有一番新的气象 如果平时觉得只是看景色太无聊的话 通天阁这个刺激满分的新设施就一定适合你了 Towerslider是一个全长60米的滑梯 连接通天阁三楼的中间展望台和地下一楼的出口 在三楼滑下去经历一个半的回旋 只要10秒就可以到达出口 想想速度都觉得心惊胆跳 Towerslider在去年9月已经开始再动工 预期会在2022年的4月左右开幕 喜欢挑战自己的朋友记得把它列入旅游清单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